來 那個所有的同學看我這邊喔 橢圓一開始先有兩個點 同學你告訴我 這個F1 F2稱為橢圓的什麼點 焦點對不對 橢圓有兩個焦點 然後在這個平面上呢 我們找到一個動點V1 然後我告訴你喔 PF1加PF2 同學知道那個PF1加PF2就是那個繩子的長度對不對 這個東西我們稱為叫做什麼 如果你把那個繩子把它拉緊對不對 它會在橢圓上對不對 這個PF1跟PF2稱為橢圓的什麼東西 叫做焦半徑對不對 焦半徑的核一定要大於什麼東西 這個叫做焦距 這是形成橢圓的條件喔 同學你要注意 那個繩子要構長嘛 構長的話你才可以用一支筆把它拉開對不對 拉開之後會形成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兩邊之合一定會大於第幾邊 一定會大於第三邊 這樣子才能保證你拉支筆再拉的時候 你畫出來的軌跡才會是個橢圓 我跟你講這是形成橢圓的條件喔 如果這裡我改成等號 請問你形成的圖形是什麼 這上次講過 如果這裡改成等號形成的圖形是什麼 線段 那如果這邊改成小於的話 怎麼樣 就不存在 在這個平面上 是不是找不到這樣子的批點 這樣聽懂喔 好 那有了條件之後 那接下來 仔細聽喔 我們數學上喔 就會這樣做 這個PF1加PF2 它必須是個定值對不對 那這個定值 我們後來要推它的方程式 所以那個定值 我們要給它一個代號 同學我們給的代號叫做誰 PF1加PF2給的代號叫做誰 叫做2A喔 那兩個焦點之間的距離 這個叫焦距 焦距我們點的代號叫做誰 叫做2C 然後我們就回來問那個老問題啊 同學問你 為什麼這個定值要令它叫2A 為什麼焦距要令它叫2C 原因何在 因為這樣子後面推出來的方程式 才會怎麼樣 才會長得好看嘛 對不對 以前都有學問是說 老師那為什麼不直接令A或C 或者H或K 為什麼一定要令什麼2A、2C 這是我們長得很奇怪的東西 原因很簡單 你就這樣理解 因為你令它長這個樣子 之後推出來的方程式 才會長得比較漂亮一點 這樣聽懂嗎 好 那所有同學現在看我這邊喔 你有了這個概念之後對不對 這個A跟C 是我們自己令的喔 這是我們自己令的喔 這是不自然的東西 這是我們自己假設出來的 我們上次應該有跟同學講過喔 來同學問你 這個橢圓喔 我現在把它放在座標軸上 把它的中心喔 這個叫對稱中心 欸?對稱中心我有介紹過嗎? 橢圓的對稱中心的概念 我有介紹過嗎? 欸講話有沒有? 有 橢圓的對稱中心 欸同學你知道我橢圓有對稱中心嗎? 凡是通過對稱中心的直線 可以把這個圖形怎麼樣? 對 把它的面積平分喔 所以這個同學有點基本概念喔 我們把它的對稱中心擺在暈殿 那焦點一左一右對不對? 這是一個左右形的橢圓 因為這個焦距是2C喔 所以同學這個F1的座標就是誰? 欸講話喔 這個叫做誰? 叫做C0啊 那F2的座標就是誰? 就是-C0嘛 對不對? 所以從這個地方 同學應該可以很快翻得出來 同學這段是2C 那麼請問你這段長度是誰? C喔 所以來同學這段長度是C 來再重新寫一次喔 我幫你複習一下 這一段長度是不是叫做C 可以齁 所以在橢圓的世界裡面 這個焦點喔 這個焦點喔 其中一個焦點到中心的距離叫做C 在圖形的結構裡面 這段長度叫做C 然後同學你再繼續看喔 這個P點在移動的時候喔 欸哈囉看我這邊 這個P點在移動的時候 我上次有講過 這個PF1加上這個PF2 是一個定值叫做2A 對不對? 如果這個P點移到這邊 會發生什麼事情? 來看我這邊 P點移到這裡的話 PF1是這一段 PF2是這一段 這一段加這一段是2A 請問你這一段被加了幾次? 兩次 所以你把被多加到的那一次 把它補到這邊來 所以同學你從這裡你就發現一件事情喔 這個叫做C 那麼請問你 這個整段長度就是誰? 叫做2A 那麼這一半的長度就是誰? 就是A 這樣聽懂嗎? 同學我給你講 上次我們講過這個就是A 對吧? 所以這個A點的座標其實是誰呢? 欸這個A點的座標其實叫做A0 對不對? 好 這就是它其中一個頂點 那這個A'這個點的座標叫做誰? 叫做-A10 然後你再想一件事情喔 如果你的P點被拉到這裡 來 同學你再看喔 P點拉到這裡 請問你這裡會形成一個什麼三角形? 喔 如果你像看那個P點拉到這裡啊 這一段加這一段是2A 你告訴我這是一個什麼三角形? 這是個等腰三角形嗎? 所以這段長度跟這段長度是不是一樣? 所以同學這段長度其實也是誰? 欸 你把它連起來 來同學拉出你的筆 把它連起來 在左銀的世界裡面 我跟你講喔 這段長度也是A喔 聽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嗎? 如果你要檢查一個橢圓化的標譜標準 其實方法很簡單 你知道怎麼檢查嗎? 欸 你怎麼知道這個老師的橢圓化的標譜標準 我跟你講喔 拿出你的尺去量這段長度跟這段長度 如果這段長度跟這段長度一樣長的話 我跟你講這個橢圓還算是蠻標準的橢圓 這樣聽懂嗎? 我跟你講橢圓這段是A 這段也是A喔 這樣聽懂嗎? 如果它是標準的橢圓 這段長度跟這段長度是一樣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對不對? 好 上次我們談到這裡嗎? 而且現在喔 來同學請看到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直角三角形? 欸你說喔 有沒有看到一個直角三角形? 同學你知道這段長度是A嗎? 這段長度是C 那你知道這段長度是誰嗎? 你們有看課本嗎? 這邊這個直角三角形嗎? 這段長度叫做A 這段長度叫做C 這段長度應該叫做 根號的A平方-C平方對不對? 根據B式定理嗎? 可是數學上我們給它一個名字 我們就給它一個名字叫做誰? 這段長度叫做B喔 來你把它寫上去 我跟你講這段長度叫做B 當然有人會說 老師為什麼要令它叫做B喔? 這個是為了方便請見 這些ABC都是我人為令出來的 我跟你講全部都是人為令出來的 你看到這邊喔 我們現在有了定義對不對? PF1加PF2是2A 所以透過這裡我們去推它的方程式 上次我們有推出來對不對? 它的方程式長這樣 A平方分成S平方 加A平方-C平方分成Y平方等於1 請問同學 方程式長這樣其實已經很可愛了對不對? 可是我們為了使得它寫得更好看一點 所以我們就令這個A平方-C平方 叫做誰? 叫做B平方 你聽到我意思嗎? 這個是我們自己令出來的喔 所以這種東西我跟你講 有一點順序的概念 到底是先有機還是有蛋? 這個我講一下 來那個同學你看我這邊喔 如果你先令這段長度叫做BR 那是不是代表A平方就會等於B平加C平 對吧? 所以你在推方程式的時候推到這裡 很自然的你的A平-C平就可以換成B平 你聽懂這感覺嗎?對不對? 所以ABC就很自然的出現 但是有些老師是這樣喔 有些老師講課的順序他是這樣 他是先有A跟C 先有A跟C 然後去推方程式 推到這裡之後他發現 哎呀這個長得不好看 所以我們令這個東西叫做誰? 叫做B平方 那你如果令這個東西叫B平方之後 你就從這個方程式 回到這個圖形的結構上來看 你就會發現這段長度是B 為什麼? 欸同學我問你 看我這邊 同學我問你喔 如果你令Y檔個0 這邊會看到什麼東西? 欸如果你令Y檔個0 這個是不是消失? S平方是不是檔個A平方? 所以S就檔個正-V 對啊 S就檔個正-A 這個叫A 這個是-A 這兩個點的座標對不對? 那我問你喔 如果先反過來 你令S檔個0 S檔個0 Y平方是不是檔個V平方? 所以你的Y就會檔個多少? 正-V啊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是先有方程式 再來看圖形 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點啊 V點的座標是誰? 這個叫0B喔 然後這個V'這個點的座標叫做什麼? 叫做0-V 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再重新把整個想法再講一次 先有G還是先有蛋 如果你是先有圖形 再有方程式 OK 還是有人先推方程式 再去看圖形 其實也是OK的 聽懂我的想法嗎? 反正就是一開始先有A跟C 這個V是後面才出現的 這整個順序大概是這樣 看看到目前為止可不可以 這是左右形的椅圓喔 焦點以左以右 然後我上次這裡好像還沒講 椅圓你知道椅圓有對稱軸嗎? 同學椅圓的對稱軸有幾條? 你知道嗎? 兩條 一條叫做AA-Plan 一條叫VV-Plan 所以你把它寫上去 在你的講義上 同學AA-Plan 對稱軸是直線喔 請注意喔 來寫上去 對稱軸是直線 還有VV-Plan 同學我跟你講 對稱軸是直線 所以椅圓有兩條對稱軸 椅圓有兩條對稱軸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名詞 長軸短軸 同學我問你喔 這裡有四個點對不對 這四個點裡面啊 來你看喔 怎麼樣 我會講錯嗎? 同學你知道長軸是指哪裡嗎? 長軸就是指這個啊 AA-Plan這個線段喔 來你把它寫上去 長軸指的就是這個AA-Plan這個線段 然後問同學 長軸的長度是幾A? 2A喔 我跟你講這個叫做長軸 請注意長軸是一個線段 好不好 長軸是個線段 這個線段的長度叫2A 導演那你猜猜看什麼是短軸 導演有長軸就有短軸啊 短軸你猜是誰? VC 我跟你講短軸就是VV Prime這個線段 好 來那短軸的長度是幾V? 2V喔 對吧 長軸是這段長嘛 短軸是這段長度 這樣可以嗎? 欸這個名稱OK吧 欸講到這裡休息十秒鐘有沒有問題 欸椭圓就這樣子喔 你看先有定義嘛對不對 然後PF1加PF2等於2A 是不是可以推方程式 方程式推出來 它最後就長這樣 因為我們令B平方叫A平方-C平方 搭配這整個圖形的結構來看 是不是就很完整 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樣可以齁 好 然後現在我要講一個 我個人覺得很有意思的東西喔 來同學這個 你看一下喔 在土圓的世界裡面有ABC對不對 你看這個圖 來同學你看這個圖 你告訴我在土圓的世界裡面 ABC誰最大? A最大 對不對 這個是A嘛 這個是V這個是C 而且 ABC會滿足一個關係 叫做A平方會等於什麼? B平加C平 所以請你看到這邊 來在土圓的世界裡面 A平方會等於B平方再加C平方 寫上去喔 土圓的世界裡面 你會覺得誰最大? A最大喔 土圓的世界裡面A最大 這樣可以嗎? 好 然後我現在要同學來猜一些事情 我們大概在這個禮拜三號 應該就會講到雙曲線了 雙曲線也有ABC 我同學請同學先猜猜看 雙曲線的世界裡面誰最大? 你猜 我跟你講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怎麼去記這兩個東西 因為學生很容易把土圓 跟雙曲線的那個關係喔 整個混在一起 土圓A最大對不對? 那同學你猜猜看 雙曲線誰最大? C最大 所以在雙曲線的世界裡面 C平方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A平方再加上B平方 你先寫上去喔 好啦那這裡就會牽涉到一個問題喔 你猜會牽涉到什麼問題? 同學這個東西你會不會搞混? 你會不會搞混? 我跟你講喔 很多學生他會亂掉 他在學完土圓跟雙曲線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 這個ABC的關係喔 完全記不起來 我教你一件事情喔 來 土圓的世界裡面A最大對不對? 所以你就寫個A 雙曲線裡面誰最大? C最大 你知道怎麼記才不會記錯嗎? 來你猜猜看我的技法 白癡 你要不要猜猜看 我有怎麼記 唉 你知道我有什麼記嗎? 他選 土圓的世界裡面A最大 你不覺得A長得就很像一個什麼? 土圓啊 土圓啊 A就長得很像一個土圓啊 你不覺得嗎? A就長得很像一個土圓嘛 就你懂那個感覺嗎? 我的技法超白癡的 但是我就這樣記阿 土圓的世界裡面A最大啊 為什麼? 為什麼A最大? A就長得像一個土圓嘛 對不對? 那我問你 雙曲線裡面是C最大 為什麼是C最大? 雙曲線長怎樣? 雙曲線長這樣欸 所以我問你 如果你把左邊這個蓋住 你告訴我雙曲線是不是 欸? C最大 記起來了 你懂嗎? 就是這樣 超白癡的對不對 但是我已經就這樣記 就記下來 當然我會推啦 但是我只是說從記憶的角度來看 是不是這樣記 我再跟你講一次喔 這很簡單 橢圓的世界裡面 大家一起講話 我跟你講這一塊很簡單喔 橢圓的世界裡面誰最大? A最大 為什麼A最大? 因為A長得像一個 橢圓嘛 那雙曲線的世界裡面誰最大? C最大 為什麼C最大? 那雙曲線長得就像C嘛 這樣不是記起來了嗎? 對不對 這樣很簡單喔 可不可以? 可以喔 來可以的話 欸不要嘴炮喔 看我這裡 我跟你講喔 欸 那個回到我這邊 橢圓我跟你說 跟拋物線一樣 它有分左右形 來 焦點一左一右 這個叫左右形 它有所謂的上下形 焦點一上一下 這個叫上下形 對不對 左右形的橢圓 我跟你講 我們推喔 我們在那個講義上 有幫同學推 推出來的方程式長這樣 那雙曲線的方程式 啊 不不不不公三小 來 這個左右形的橢圓 它長這樣對不對 那上下形的橢圓 它的方程式會長什麼樣子 有些人會說啦 老師那就重新用定義再推一次對不對 可以 你用定義重新再推一次 事實上也可以推出它的方程式 但是今天我要用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角度來跟你講 我們先把這寫上去好不好 而且焦點一左一右 這個F1叫做C0 F2叫做-C0 對不對 如果建議你把這個橢圓旋轉 讓它焦點變成以上一下 你告訴我F1叫做誰 F1叫做0C F2叫做誰 F2叫做0-C 你先把這個橢圓畫上去好了 你上下形的橢圓可能還沒有畫 這樣可以齁 我先等你把這個圖畫上去 你們如果要畫橢圓啊 要畫標準的橢圓 你們那個文具都去哪裡買 那個金什麼糖 金魚糖 金魚糖有賣一張透明的池 上面有很多橢圓跟雙曲線有沒有 你們去買一支那種池 那畫出來的圖很重要 好 那畫出來的圖很重要 欸 我們來看一下 來說同學看我這邊 我跟你講 左右形的橢圓 請問你喔 我現在只是跟你講 來同學這段紅色的是誰 喔 這一段叫做誰 這段叫做A喔 同學那這一段是誰 欸 講話雖然圖有點小 這個是C喔 那這一段是誰 這一段是B 但是如果我今天把它轉過來 同學我問你 這個PF1加PF2一樣是2A 所以這個紅色的還是誰 紅色的還是A喔 來寫上去 紅色的還是A 那請問你 兩個焦點的距離 這個叫焦距嘛 這個是2C 所以這一段是誰 這一段是C嘛 對不對 那這個是短軸 短軸的一半 這段長度叫做誰 這個叫做B 欸 這樣子可不可以 聽懂這個意思嗎 這東西不用背的 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來 到底哪一段是誰 不管是左右型還是上下型 對吧 長軸的一半叫做A吧 短軸的一半叫做B 這樣可以齁 可不可以 沒有問題齁 沒有問題的話 那現在我們又來思考一個問題 上下型的橢圓 它的方程是長怎樣子 以前都有覺得說 老師那我就重新用定義再推一次 可以啦 但是我今天用一個比較不同的觀點給你看 可是這裡要先複習一個東西 同學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告訴我你想到什麼 指數 來 這個叫做y等於2的s次方 對不對 y等於2的s次方 這是個指數函數嘛 這條直線叫y等於x 那如果有一個圖形跟它呈對稱 對稱於這條45度的直線 那你知道這個圖形叫做誰嗎 這個叫做y等於什麼 欸 y等於什麼 log 以2為底 x的對數 指數函數跟對數函數畫出來 是不是長這樣 欸你們好像跟它有點陌生是不是 然後我們把這個對數再怎麼樣 我跟你講喔 把這個對數 我們再把它還原再寫成指數的形態 這個代表x等於什麼東西 2的幾次方 y次方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高1的時候 我跟同學講過一個很重要的結論 那個對稱理論 與x軸成對稱y變號 與y軸成對稱s變號 跟圓點成對稱的話 兩個一起變號 但是如果是跟這一條直線成對稱 有什麼特徵 欸 注意喔 如果是跟這一條y等於x 這條直線對稱的話 你有沒有注意到 y等於2x 這個叫s等於2y次方 請你告訴我 s跟y的角色怎麼樣 互換啊 同學你有沒有看到 y等於2的s次方 有看到嗎 然後這裡是x等於2的幾次方 y次方 我們在高1有沒有讓同學觀察過這個現象 只要你把sy負換 你所得到的那個方程式的圖形 就會對稱於這一條斜直線 所以你現在看一件事情喔 同學你看喔 這個左右形的橢圓 跟這個上下形的橢圓 往後來不要講話 左右形的橢圓跟上下形的橢圓 同學我現在如果把它畫在一起 這兩個橢圓 你看我是不是把左右形的這樣轉過來 轉90度就變上下形了 請問你喔 如果我現在跟你說 這兩個橢圓對稱這條直線 你可以接送嗎 欸你可不可以接送 可以啊 從這個角度看啊 你把它折過來 是不是就完全闖電 欸可不可以 這個左右形跟上下形 它有沒有對稱這條線 有 所以同學用拆的你也可以拆出來 左右形的方程式我已經有了 你要不要猜猜看 上下形的方程式長怎樣 上下形的方程式很簡單喔 你只要把這邊的s跟y的角色怎麼樣 互換 互換就好了 所以我跟你講喔 它的方程式會變成這樣 來跟著我一起寫 叫做a平方分之什麼 a平方分之y平方 再加上b平方分之什麼 s平方 等於1 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上下形植圓的方程式 但是一般來講 我們的習慣是什麼 我們的習慣是把s平方寫在前面 所以我們的寫法通常會比較習慣這樣寫喔 我告訴你也比較習慣這樣寫 b平方分之s平方 再加上a平方分之y平方 等於多少 等於1 你把它寫上去喔 上下形的植圓就長這樣 可以喔 左右形的 我幫你把它空起來喔 左右形的植圓長這樣喔 這個是左右形的 筆記你覺得有價值的 你再抄就好 你不用整個抄 你只要抄你覺得是重點的地方就可以 那上下形的是長這樣 當然我還是那句老話 同學你可以用完全用定義去推 對吧 完全用定義去推 但是我覺得你如果有這個對稱的感覺 其實很容易你就看出他們之間的關係喔 好 來休息30秒 從一開始講到現在有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沒有問題吧 好 那你猜接下來我要講什麼 對 我跟你講喔 接下來要講 請問你 左右形的植圓長 它的方程式長這樣 上下形的植圓 它的方程式長這樣 同學 你會不會搞瘟 會啊 好不好記 不好記啊 所以我們要寫的辦法把它記下來 對不對 來我教你喔 哈囉 來同學看我這裡 同學左右形的植圓就是 膠頂一左一右對不對 上下形的植圓就是膠頂一上下 那到底有將來你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會想說 靠 這個到底是左右形還是上下形對不對 你有時候會懷疑自己 我告訴你 你要判斷它是什麼形 你只要看 誰的下面比較大 你聽懂我意思喔 我跟你講 我問你喔 我問你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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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植圓的世界裡面誰最大 A最大 我問你 S平方 這裡是A平方 S的下面比較大對不對 A平方最大 所以同學我問你 這是什麼形的植圓 就左右形說 如果是上下形的 我問你 誰的下面比較大 Y的下面比較大 Y是反上下的 所以他就是上下形 S就是反左右的嘛 我就是這樣理想的 你懂嗎 我再講一次 我高中怎麼記喔 我怎麼判斷這個植圓是左右形還是上下形 很簡單 我看誰的下面比較大 來這個寫上去 左右形的 怎樣 怎樣 講到誰的下面比較大 你不爽 來這叫S下大 寫上去啊 寫上去啊 S下大 S的下面比較大 它就是左右形的 我現在在教你 記結論這樣 聽到嗎 S的下面比較大 這個就是左右形的 因為S是管左右的 你懂嗎 聯想 S軸就是管左右的嘛 來同學 那我問你 Y的下面比較大 來這邊我寫喔 Y下大 Y的下面比較大 這總是什麼形的 Y的下面比較大 這總是什麼形的 上下形的啊 所以這樣是不是就記起來了 聽到我的意思嗎 看誰的下面比較大 這樣很容易就把這個東西記下來 好 講到這裡 可以喔 那我要繼續囉 那繼續的話 所有同學還在看到我這邊 在植圓上隨便找兩個點 連起來這個稱為叫做植圓的什麼東西 你猜 在植圓上隨便找兩個點連起來 那一條那個線段叫做植圓的什麼 叫做弦嘛 啊那個弦如果通過膠頂 我們稱為叫什麼弦 叫做膠弦 但是在這無限多條膠弦裡面 有一條很重要喔 那一條叫做誰 欸 那一個膠弦跟這個長軸是什麼關係 是垂直的 來你把這條膠弦把它畫出來 這一條膠弦它跟這個長軸是垂直的齁 來這個點叫做P 這個點叫做Q 在你的講義上找到這個名稱 所以你猜這個PQ線段我們稱為叫做正膠弦 寫上去也來 紅尾幫我拍到這邊來 來 PQ線段就是誰 就是正膠弦啊 可以嗎 PQ線段的長度叫做正膠弦 這樣可不可以 我跟你講喔 這條正膠弦齁 紅尾不好意思 不要麻煩你再移過來 我跟你講喔 正膠弦的長度要記下來 而且要會推 那你說老師正膠弦的長度怎麼推 來 所有同學看我這邊 我用課本的推法推一次給你看喔 你看喔 來同學你看這邊 我把這個連起來 連起來對不對 請問你喔 這裡是不是有看到一個直角三角形 對吧 對吧 同學這段長度 我如果令它叫做X 那麼請問你正膠弦長是這個X的幾倍 兩倍 所以我只要把X算出來 是不是一切就結束了 聽懂我意思嗎 那我問你喔 根據定義 PF1加PF2會等於幾A 會等於2A 那我如果令這段叫X 那麼請問你這段長度叫做 2A-什麼 2A- 2A- 2A-